所以妳不會知道 現在都沒有交過男朋友吧 所以妳沒交 沒交過 我的天啊 碰一下 妳這一輩子 沒有跟任何男生親過嘴喔 沒有 是嗎 真女神耶 是 這年代是不是對於女神 是有很嚴格的規定 不能講有沒有男朋友 或什麼之類的 不可以交男朋友 不可以跟 其他唱片公司的歌手聊天 都不可以 所以我們都要帶書去看 然後因為宣傳都跟著我們 書是真的有在看嗎 還是假看 只是做個形象而已是不是 所以那個時候 妳沒有交到任何演藝圈的朋友 就是都沒有 對 因為我們公司會講說 你要小心喔 記者都會亂寫 你跟誰講話 可能新聞就出來了 對 如果唱片賣不好 就是妳的責任 我就 好 嚇死我了 這樣恐嚇妳 以前是這樣 這叫恐嚇吧 這是恐嚇 才是教育 恐嚇 當時是教育 現在是恐嚇 當時是教育 那有真的導致妳 一直不敢交男朋友嗎 我後來是因為 要照顧家人 我才沒有交男朋友 因為那時候還是有人追 對 都是宣傳幫我們擋下來 然後有什麼信 我們也看不到 所以妳不會知道 現在都沒有交過男朋友吧 我的天啊 妳太單身了 妳人生中沒有交過男朋友 不算交啦 因為我不是那個一見鍾情的 我就一直看 這個人好不好走路講話 吃東西 我還 這方面比較 走路要走成怎麼樣 妳才會喜歡 我覺得我很挑剔 妳要 這樣有沒有及格 如果交往的步伐的話 這樣還滿好的 算是 好像 好像真人嗎 妳不覺得速度太慢了嗎 不會啊 就是很穩定的人 可是會不會太醜 不會啊 妳是步伐嗎 不是臉 不要 在問步伐 所以紀委姐 我再恐懇一下 妳這一輩子沒有跟任何男生 親過嘴喔 沒有 是嗎 真女神耶 好酸 這真的太恐怖了 所以妳不會覺得很寂寞嗎 不會啊 妳就習慣了 其實我從小就照顧家裡 我好像是 五歲就開始賺錢 拍廣告 阿華田那首歌 然後之後就一直到處演唱 妳覺得會不會有一點遺憾 不會 不會遺憾 後面三位聽聽看 這個就是當時的女神 當時的女神 是像過人生的 好可怕 她放棄自己的真實生活 到現在還是處女 而你們三呢 是不是亂講 亂講誰頭 妳講她們三個很亂 她們也沒怎樣 第二個被人拿下來 你看她亂不亂 她不敢拿了 第二個也是我們的 金鐘寢人